自动代出资料 那可能我们会需要 比如说假设了 这个范围里面 除了说呢 我们 除了说我们可以 把资料从这边带过来之外 另外假设一般工作里面 会有需要 我会有个清单 这个清单的话 可能是我希望 下拉清单之后 自动帮我把某一个学生 假设我选的其中一个 他可以自动帮我 把他的所有成绩 带到后面来 类似像这样子 OK 比如类似像这样 下拉 还自动带出某一个人的资料 当然这个只是一个demo 未来你也许 有很多其他缆的资料 就类似这样的做法 那一般会用姓名 或者是用那个 最好是用ID 用那个key的 不会重复的 比较不会 不然的话 你假设姓名有重复的 那就会有错误的可能性 那我们再指一个demo 那首先的话 你要怎么样可以 刚好把资料带过来 几个做法 第一个的话 如果你不用VBA的话 你可以用那个 其实用Vlog函数 就可以做到了 比如说这地方的话 我如果要自动带出的话 当然你用那个V 其实Vlog函数就可以做出来 只是说有些同学 说不太熟这些东西 那我如果不用程式 因为这程式好像有 有一点 这个等一下再看 那如果你不用那个 程式来做 第一个 当然你需要把这个姓名 假如说你要做下拉清单的话 那你需要先做什么 我的习惯是把这个范围 先建立一个公式 从选举范围建立顶端列 把它建立成一个姓名的一个名称 那将来下拉清单的话 再从这个名称 把它放到那个下拉清单里面 那所以顶端列打个案确定 好那我刚刚做了 名称管理员里面就有个姓名 多一个 先把它删掉 这个删掉 OK 好只有一个就可以了 那它参照到 也许从这边里面的话 有个那个这个范围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在这个范围里面 都有下拉清单的话 那我就把这个范围选起来之后 利用资料里面的资料验证 把原来任意值 改成叫做清单 那来源的话呢 你就可以按一个F3 就会有姓名跳出来 你就选它按确定 按确定之后的话 那将来你选的这个范围 就都会有这个下拉清单了 但是下拉清单目前呢 你点了之后 它不会有任何的 帮你查资料的动作出来 可是将来如果说你希望 当你查完之后 能够自动帮你带出其他资料的话 其实你可以用Viru函数做就可以了 那那个Viru函数怎么做呢 第一个 你可以先在这边 不过这可能就需要 预先函数比较麻 你用预先要先把这个公式先放在这里 当它变动它就会去做 做那个把资料带过来 所以你必须要先 而且哦 这边的话怎么做 第一个当然就插入一个Viru函数 我先把资料 这个也许先做一个有的 这样会比较清楚 那如果说我这边用那个Viru函数 最下面这一个 那范围的话是这个 要不要更正一下 要查什么 LucaViru是查这个人的名字 去哪边查呢 查这个范围 记得哦 因为查一定要在第一栏 所以你这个时候班级不能选到 因为选到的话 他会是班级就变第一栏 那就查不到了 那查到之后的话呢 这个先锁起来 等一下会向右向下 那查到的话呢 要带出第几栏出来 那这里的话 我要是 第 这个 我选的是这个方 第一栏 你要把第二栏带过来 比对方式呢 完全比对 那不过呢 因为等一下我二 我等一下要向右 哎 向右的话呢 那我如果希望呢 向右不用再改的话 不用再复制贴上公式的话 那其实我可以把这个改成column 用column去抓 那我现在在第八栏 所以你把它减掉多少 减掉六就可以了 有没有 因为六 哎 变二嘛 等一下如果向右嘛 他就三四 那你就不用再重新改 旁边数学跟地理 只要向右拉过去就可以了 OK 好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基本上 完成 那向右记得把G栏给锁起来 因为比对LucaValue一定在G栏 按确定 好 向右 向下 但是你会发现哦 哎 没有了怎么办 Not available 所以你还需要做一个动作 如果没有资料的话 所以 插入一个什么呢 if 逻辑判断 如果 这个里面的资料呢 假如里面是空的 那我就怎么样呢 把它放空的 所以 如果 前面这个东西啦 假如是空的 记得等下会向 会向右向下 所以固定在地G栏 那如果里面是空的话 那我就 这个应该是 跟正下 这个等于空的 等于空的 这样判断 那我就 把里面的资料变空的 反之才去查询 那当然哦 你也可以用那个一个函数叫 isblank啦 不过我比较不建议用isblank 因为isblank有的时候会出错 明明里面是空的 但是它还是判断里面有资料 其实我也遇过好几次这样 反而用这样的方式判断 比较安全 比较没有问题 里面是没有资料的 OK 那我就没资料 啊 记得哦 锁住居栏 为什么要锁居栏呢 因为等一下会向右嘛 那你固定在居栏 我反正判断都一定是在居栏 而不是在其他栏 居栏有资料 我才会把资料带过来 如果不是居栏 那我就 就怎么样 就不去判断了 主要还是居栏 OK 按确定 好 那一样 向右 向下 那如果说有资料的话 向下 那流年好 把它资料带过来 7.4 53 8.10没错 向下 张居正 88 资料全对 OK 不过它有个缺点 就是你这些 要预先把它做上去 而且你要向右向下 这些全部都要有 那当然你会想说 如果你担心被人家知道的话 前面好像讲过 你可以把它隐藏公式 这样就没有人知道 你其实公式已经预先写好了 另外还有一个缺点 就是说 如果你的资料范围 很小还好 像这边没有几列 如果你资料 可能是一百一千一万列 都有这些 那你如果要一次全部写这些 其实非常的占空间 你会发现 如果你把资料预先写上去的话 那它会 档案会变得很庞大 所以这里的话我想 第一个 如果用VILO函数自动带出的话 怎么做 请各位先试试看 然后把重点回顾 一 把这个定一个名称 二 把这个范围呢 利用那个资料里面资料验证 做清单来源是姓名 再来呢 利用VILO函数 去做查询 但是如果没资料的话 去判断说 如果它的居然的那个位置 没有资料 那也没资料 反之才去查询 来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